1994年由徐立功监制李安指导的《饮食男女》 获得当年砍强影展导演双周单元开幕片 18年后的续集《饮食男女好远又好近》即将上映 这次要带给观众舒适乐活环保爱地球的理念 也获得许多国内企业的支持 《饮食男女好远又好近》 由徐立功监制 贵雅雷加上蓝正龙 张孝权和郭斯燕等卡斯演出 导演曹乐园借由舒适料理表达对感情的不同看法 谈恋爱你还认得很啊 不同的时代它会有不同的互相的回应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亲情 爱情的那种可贵的地方 说了看就亲情与爱情 徐立功更希望借由电影创导关怀地球 重视环保 利用电影的功能来倡导我们大家节能减碳 我们大家多吃素食 然后我们减少牛羊排出的分别 让我们的地球更纯净 那么我想这样子的话 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有贡献 舒适乐活的理念获得许多企业支持 在20号的慈善餐会上 厨师们展示电影中的经典料理 让贵宾们仿佛身临其境 徐立功也率先捐赠300张电影票给弱势团体 并捐出企业认购所得的10% 推动社会公益和帮助弱势团体 新唐亚太电视过云开晨与平台湾台北报道